今天我们来到了七条路巴萨吃早饭 但是有个小插曲 早饭现在都变成要不让吃 已经要11点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天 槟城的Grab司机在罢工 因为是昨天包车的先生跟我讲的 然后车子好难叫 好 我们叫了一辆车 开到一半 它就突然停下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在那卡了大概十分钟 十来分钟都没动一下 我问它怎么回答 它也不回答 我只能取消 然后再喊车也是等了好久好久 然后现在都有一块 反正七弄八弄满车用的差不多要 将近一个小时吧 四五十分钟是有的 然后现在才到了这个巴萨 但是李先生和包括刚才Grab的一个女司机都跟我说 这儿的烧肉很好吃 我不知道是哪家烧肉 都跟我说烧肉好吃 人家一定很有名 他说你买的烧肉再到那个前面的那个有巴萨那去吃其他的东西 但我看好像都是烧肉啊 是哪一家烧肉啊 美容香肝肉丝 看哪里排队的人多吧 有排队的地方应该就烧肉比较好吃的 哪家 现在看看这家人比较多 我换到这儿来买吧 也不知道买对没有 买了半斤叉烧半斤烧肉 再会另过去尝尝看吧 谢谢 哦 我们已经去过了三条路去吃福建虾面 然后又去五条路吃过那个叫什么 呀 说不出来就是那个 那个老大爷家的那个什么水果罗 然后现在一到七条路巴萨来吃的 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九条路和一条路啊 有没有什么东西吃啊 这个人特别热闹的地方 其实好像就有点类似一个早餐集市的地方 他们说这个鸭肉果条当然挺好吃的 但我有点想吃干一点的东西 我先逛一圈看有些什么东西我感兴趣的 再看看别人吃的都是什么 这里是什么 炸的东西不是特别想吃 反正吃这个粉的人蛮多的 还有什么 花财茶室这是饮茶的 慢煎糕 还有什么古早味的一些烧腊鸡饭 琼南新咖啡不见面再也不见面 冰城七条路850炒果条 这家应该蛮有名的 放了自己那种报纸的一个东西啊 在那个招牌上 鲜鱼吃什么 七条路鲜鱼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看看脑牌对人多的应该还可以 小份六块 好像是什么饼啊 蘸些什么 这不是我喜欢吃东西 但我又想尝一下 就这家 哎呀没开门 冰城七条路850炒果条 看接手妈妈炒果条 改良酱料炒出名气 这是什么 这是粥啊 粥我爸要吃 帮他又买点粥吧 我爸非常喜欢喝粥 就看到这有粥 问下他要吃哪一种 但我不知道这些配菜是什么意思 是搭配这个粥喝的吗 这些是配粥的吗 这里配粥的菜 这些40个吧 这个东西怎么点啊 看你要怎么点啊 都小小一份对吗 啊 加在这里面 啊没有另外一叠一叠的 一叠一叠 一小叠一小叠的 两碗白粥配点小菜14块 然后我爸要吃个虾饼 咱们去买虾饼去 然后又买了一份这个 今天我想这顿饭就当brunch吃吧 吃饱一点 中饭可能就不吃了 因为已经有点晚了嘛 这就是那个鸭肉果条 哦好多人排队啊 哦 我还在想那么多人排队啊 不想排了 你已经排到这里了 怪不得人失踪了 很有名的 你点了几份啊 哦不要点太多 一碗尝尝就可以 这东西多 这家鸭肉果条已经十几个人在排队了 这里那么多档口 就一个鸭肉果条排真的特别多 就是这一份 看起来有点貌不惊人 但尝起来不知道怎么样 我待会尝一下吧 这看到了什么呢 很熟悉的泰国猪脚饭 这泰国真的是名菜好好吃啊 但这里就不想再吃这个了 灵面 没人排队 看看到还有几家 爪哇面喝 拉萨 这有拉萨的 买碗拉萨吧 要不要 拉萨我真的好喜欢吃 但来这里那么久了 还没有吃拉萨 来 你们要吃爪哇面来 好 谢谢 新年快乐 这是一份拉萨 但我怎么感觉跟我印象里面的不一样啊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就东马西马还是什么那个地方啊 他们这种也有些区别啊 因为我喜欢拉萨 我那个时候在什么沙巴嘛 沙巴我吃的又超级喜欢那口味 是不是那里会更接近新加坡口味啊 知道会更接近哪里的口味啊 羊肉口味吗 笑儿姐说这也很有名 就是我刚看到的一个说什么鱼啊什么的 但看起来又像切片的 就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待会尝一下吧 先开动了 先来一片这个什么鱼鲜吧 好像有好像是一个萝卜酥和一个什么饼 上面弄些酱汁 反正和鲜鱼没有关系 脆脆的 不知道什么还行 就像吃那种薯片啊什么饼一样的 A子饭我讲不出名的 有一种什么 我们炸的那种饼跟这味道蛮像 再来口粥 粥的小菜 粥就这么回事 不多点了 现在我要再尝一碗这个鸭肉果条 我来尝一口吧 主要的是给夏小姐吃 我来尝一下味道 这个鸭肉果条快点吃 因为晚一点以后它就坨在一起了嘛 尝尝看味道 东西蛮多的 好像还有像鱼丸一样的东西 我给大家看看这些料啊 都是鸭肉 不知道鸭的哪个部位吧 尝尝看 尝一口面 满鲜的 满鲜的 再来口汤 还不错 但这种汤的那种果条 本身不是我自己喜欢的头 味道我其实觉得还可以 但我不会特别的想要吃这种东西 今天还真的蛮鲜的 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这个汤料的啊 还蛮爽口的 再来一块烧肉和一块叉烧 它的烧肉其实就是那种广式烧肉 叉烧就有点黑黑的 不是那种红不垃圾的 味道蛮好吃 有点冷的就是 也没有配什么蘸的酱汁啊 配粥吧 还是烧肉 烧肉皮也很脆 肉也很香 那感觉是不是有一点梅子酱 或者有什么馅 蘸着会更好吃 还是那种 广东会有一点黄色带你芥末味道的那种馅 好吃蛮好吃 但是广州的广市菜馆什么的 点烧肉好像差不多也都有这种水平 就是外面很脆的那种香香的 就没有到什么 只有这里吃的到其他地方吃不到的那种水准啊 但好吃是好吃的 周我们消灭了 现在最后的鸭头的重头戏啊 拉萨 但真的我记得我在那个沙巴吃拉萨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重口味 这碗拉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还有我不是今天还吃新加坡的一个拉萨面吗 就新州的一个方便面 还有拉萨口味的 也是其实是有点汤是白白的 但这个汤口味看起来特别重啊 都乌七妈黑的娘惹风味的嘛 然后他给了我一把一勺这个不知道什么酱 哇 这酱好新啊 这味道问题 要闻吗 你闻了没有啊 闻了 哇 这个酱 这个酱 先放这里吧 这碗东西太浓郁了 哦 重口味重口味 尝尝尝味道吧 尝一口啊 他的面是 也是有点米粉一样的 但不是火条 我只能说真的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味道怪怪的 很浓郁 然后又有点芒果啊什么的 他里面放点青芒果丝啊什么的 哦 好听一点就是他的层次感很 味道很复杂 有很多这种食物不同的层次 但不好听点就很奇怪 吃不惯了就真的 还有黄瓜丝 还有很多红蒜 碎末 还有咸鱼 吃个咸鱼吧 好多料啊 咸鱼倒还行 倒不吃很轻 像那个 这一个酱我吃的 这个酱挺可怕的 有点一点点苦 然后 感觉是 鱼的什么东西发酵出来以后 感觉有糖啊 不行 这个酱我受不了 最讨厌 失诺了八七糕点的夏小姐 她看到这娘惹糕 就还是忍不住 买来尝一尝 你刚才不是跟我说这个好吃吗 要顾我吃 怎么你自己吃的呀 我不知道这是有点像甜粽子吗 它是用椰浆调过 为了内服粽子的东西 甜甜咸咸 浓浓的椰浆味还可以 这是什么 卡片 这是卡片 一种椰浆味的糕点吧 就是我们苏州 它其实糕点也是很有名的 就是在那个苏州上海 注意在啊 像黄天元的糕点 然后 但跟这个不一样 咸的 苏州的糕点呢 都是用纯糯米做的 这个呢 其实是有点像是有点果冻的感觉 但又没有果冻那么薄 所以说这个味道 我很难形容 但是我觉得椰浆的甜味是很香的 还不错 这是什么 春卷 这是类似一个春卷做法的 里面包包的什么东西 嗯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有点有点太甜了 对我来讲有点太甜了 调一些那种椰浆啊 或者什么那种感觉的啊 我觉得配茶 苦一点的茶或者酸甜一些口的东西啊 再吃这个还可以 东西吃完了 我们现在准备轿车 但是啊 Grab好像真的是有很多司机罢工 所以说我们现在盘吃好难啊 已经要两三分钟了 都没有一个人接单 然后呢我再简单点评一下这个 这个七条路八岔 谈帅说啊 我觉得不是特别对我的胃口啊 这个当然了 因为饮食是很那个很私人的东西 你的美人的口味不一样的 像我爸妈他们就不吃辣的 那所以说你再好的什么四川的的国厨 对吧 他们来给我爸妈做饭做菜 他们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喜欢吃 那我觉得七条路八岔的也是这个啊 反正像这里的这个叫什么 乐萨 就跟我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是我印象出错了还是怎么样的 我想到马六甲什么地方到处再去尝一碗看看 还有些其他的吧 就吃完之后 你说哪样东西觉得很难吃到也没有啊 但是呢有哪样东西我觉得特别好吃也没有 所以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知名的地方来玩的话 打个卡是可以了 但是你说专门要觉得要在这里可以吃到特别好吃的美味呢 我觉得可能在冰城还有些其他的选择会更好一些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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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